高维伟 维伟大来 我是高维伟 我在上周 这些现在是美国的劳工节 劳工节顾名事业 就是要劳动的节日 哎呀 就不能休息了 高维伟平常也劳动 现在一定要劳动 那我们身后呢 这个只有 我看 这些人还做什么用的 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在干什么吧 哎呀 现在是蓝天白云了 你们可不错 从最后呢 就是东京的时候 著名的滑雪场啊 你东京滑雪一定要到这来哦 这个城堡里边呢 有很多野生的锤果 我刚才看着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是蓝莓呢 那么长得小小的 太可爱了 再几个 这种野生的菠萨呢 和商场里边买的 有点不一样 它的个儿 看起来比较小 但是真的很甜 边采边吃哦 这种感觉好特别 这面好多哦 摘不了 我心里痒痒的 这个葡萄呢 虽然说是野生的 但是别人的血统很正哦 这是意大利的 香槟葡萄 是 organic有机葡萄 嗯 这种感觉 真是不一样 很香很甜 哇 我觉得有名的飓风葡萄 都没有太好吃 看我劳动成果 这又有一个鸟窝 这应该是鸟当中的豪宅呢 有山有水啊 还有葡萄吃啊 你真幸福 香菠麻利啊 这又有一个鸟窝 在这儿呢 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 那当然看看我们可爱的小羊了 来咬你的镜头啊 哇 你尝我的工作啊你 你尝什么呀 哎呦呦呦 这个可以吧 这个口味还好吗 哎呦 我们这个小动物园里边呢 有小鹅 小鸡 小鸭 还有我们的这个叫 你叫什么名字 哦 火鸡 你叫火鸡 那我们的那个两只鹅呢 你别看它们平常 萧萧萨萨的 但是呢 它们起了警察的作用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啊 说那些鸡啊牙啊羊啊 都休息了 而这两只鹅呢 就在巡逻 你谁要来侵犯它们 它会很厉害的 要扑上去 给起了我们警察巡警的作用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鸡房 那叫鸡窝耶 里边有鸡大 还真是很像 现在呢 我们是在美国的上周 哎呀 看看蓝天白云啊 然后再看看我身后的城堡 那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的童话故事 那我们去看一看什么样的王子和公主住在那边呢 我们在树上这个海藏果呢 就从树上搬到这儿来了 这个海藏果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它里边有很多的氨基酸 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和维生素各方面都很多 那采回来以后洗干净 把它叶子拿掉 我就要蜜醋 大瓶子买回来装好 可以做成养颜 瘦身 可以清肠 非常开心 我们在 老婆前的这边我们 是女生股东吗 喜欢股东 美老婆 我们祝愿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越来越喜欢我们亲爱的 莉拉妹 感恩的心 感谢你 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谢你 花开花落 我愿意 会珍惜